恩你36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我们进入到今年婚姻家庭的第二个系列 就是为人妻子 做一个妻子 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妻子呢 你必须先接受你的角色 如果你作为一个女人 作为一个妻子 作为一个妈妈 你天天认为 我就是不想做妈妈 我就是不想做女人 我就是不想做妻子 如果我们一直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你永远不会快乐 其实同样的 男人也是一样 如果一个男人说 我就是不想结婚 我就是不想做丈夫 我就是不想做爸爸 怎么办呢 我为什么会怀孕呢 我就是不想做男人 我们还是说 上帝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个选择 我是怎么样一个人的主权 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比喻 说我们好像是那块泥土 而这位独一的神神 他是姚将 泥土不能够跟姚将说 你为什么把我做成一个罐子 你为什么把我做成一个盘子 你为什么把我做成这个 没有把我做成那个 因为那是姚将的主权 圣经里面常常说 我们说主啊主啊 如果我们称呼他主啊主啊 那么我承不承认 他是我生命的主呢 他塑造我这个人 他让我成为一个男人 他让你成为一个女人 他把我摆在这样的家庭里 他把你摆在那样的家庭里 他给我这样的外形 他给你那样的外形 他给我我的人生的 过去走过的每一步路 他也让你走一条 你人生的每一步路 这是他的主权 接受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安排 好 谢谢主 在人生当中 他看我这个男人独居不好 为我造了一个我的妻子 成为我的帮助者 也许你是一位女士 他也为你造了一个男人 让你的一生成为他 极大的祝福 你成为他的帮助者 而那个帮助 我相信其实不只是 女人是男人的帮助 其实我相信更完整的说 就是我们夫妻两个人彼此 少了他我都不完全 我们彼此成为对方的帮助 有了他我就完全了 有了我 他的人生也完全了 夫妻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这是圣经上的话 圣经上说我们彼此两个人成为夫妻 因为我们是一起承受那个生命之恩 那个一起承受就是牵手 我们在台湾台语里面讲说做太太的人是comptu 是牵手 夫妻真的就是一辈子牵手 我们用现在很流行的话来讲说 这叫做生命共同体 我们两个人 二人既然成为一体 我们就是生命共同体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 我们两个人要一起去面对 那这是一件很美的事 就是人生的路上 我不是孤单的 我知道不论发生什么事 我的妻子会跟我一同面对 同样的 我也让她知道 不管你这一生发生什么事 我跟你一起面对 过去三年 我每一年都心脏做手术 都生病 但是在我很无助 很挫折 甚至很低潮的时候 我知道张启梅 我的太太 她会跟我一起 不是我一个人 然后她就跑掉了 你知道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来时各自飞 这一句话真的不是真理 这不是神设计夫妻的原意 设计婚姻的原意 神设计婚姻家庭 是要让我知道说 在我的人生当中 有一个人跟我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们是生命共同体 我们一起面对 一起承担 一起承受生命之恩 生命里的每一个事情发生 都有一个恩典 就是我不是孤单的 大难来时 不是各自飞 是一同承担 一同面对 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婚姻 家庭 是二人成为一体 是牵手 是生命共同体 祝福你 在你的人生当中 不论发生什么事 有一个笃定 就是你不是孤单的 祝福你 并非祝福你 自己保持人 二人生当中 我能够 那